好,各位,大家好 作為一個大台的咪手 其實一直都見著這個場區的人數的變化 是由這個非常之人多,去到人少 去到那個帳篷就已經坐滿了人 然後去到今天又可以回到10月初 我相信大家仍然是堅持著大家初衷 繼續爭取著真普選 但是很諷刺的地方就是在清場的前夕 就有個民調就說反對佔領的人的比率是跌了 支持佔領的人是升了的 不知道我們的官員又有什麼反應呢? 為什麼清場就有時間表有路線圖? 普選沒有呢?為什麼公民提名沒有時間表沒有路線圖? 為什麼廢除功能阻滅沒有時間表沒有路線圖呢? 其實呢,做咪手,兩年前記得反國教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咪手 在兩年後的今天呢,都是做咪手 兩年後 只不過場地不同了 以前的公民廣場,現在的人迫在路上 可能大家有沒有想過 大家是需要站在馬路上 大家在馬路上責任 在市中心責任的一天 這個是時代給我們的任務 這個是我們現在需要負上的責任 我們今天爭取民主 不單是為了自己,是為了自己下一代 包括我們,就算我們是十幾二十歲的人 我們也是為了我們下一代而走出來 我們相信,我們現在擁有的東西 是我們上一代的人給我們 是上一代的人,是憑著無數的抗爭 無數的公民抗命而拿回來 所以今天不單止我們要用行動去捍衛 我們以前拿到的東西 而且我們更加要用抗命 要用公民抗命 要用公民不服從的方式 去拿回我們本來應該有的東西 雖然我們可能今天第74天 明天第75天 這條街可能已經通車了 但是這個並不是大家的錯 而是這個政府太無恥 這個政府容官當道 不是我們人民的聲音 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 使我們繼續去用不同的行動 我們用不同的方式 繼續抗爭 繼續對這個政府不服從 繼續對這個政府不信任 我們只要持之以恨 我們必定會爭取到民主的 因為我們必然有所在的 有所在動的地方 我們會不會作出 會不會走 有所在的,行動的